微信搜索看见 关注公众号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史料记载 温婷云一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 却没有考中 但是他帮助别人作弊的名声 却广为流传 以至于很多参加考试的考生 都来找他帮忙 《唐才子传》温婷云传记载 公元855年 40多岁的温婷云又去参加考试 主考官一看见他 就为他单独设下了VIP专座 以防止他作弊 但是温婷云还是很快 答完了试卷 早早退场 事后他还跟人吹嘘 说自己已经帮助了八个人作弊 那么一个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词人 为什么一辈子屡考不中 却还以帮助别人作弊为荣呢 从小试财傲物的温婷云 曾经在宰相令狐炫家中做门客 有一次令狐炫借用他的一首词 讨好了唐宣宗 温婷云却到处去宣扬这件事情 并且借此多次讽刺赞相 从此以后 温婷云就遭到了宰相的排挤 考试也就屡考不中了 为了证明自己考试的能力 他就经常帮助别人作弊 并且到处跟人吹嘘自己作弊的行为 想以此来获得别人的认同 这种行为当然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 一旦文豪至此也没有得到公民 财高磊身的温婷云最终被迫离开京城 温婷云帮人作弊是富气而为 那么这个人的遭遇就堪称悲剧了 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帮人作弊贩卖秀才的名声 被传到了皇帝耳中 最终竟落得个被腰斩的下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下载看见APP搜索过腰斩 你就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